通常我最喜歡新生會議室的方式 我會通過行事例 那假設有這個學期 我要點堂課 我會怎麼做 我會直接點它一下 直接去點這個日曆 然後我會去找一個過去 我會去找一個過去 已經發生過的日期 那譬如說假設 我以這個地方為範例 點它一下 我就給它一個課程名稱 比如說國文課 假設是國文課好了 你把課程名稱做完之後 直接去點新增 Google Meet會議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這個網址 它會出現一個這個網址 那你基本上去點更多 你去點更多之後 基本上這個Google Meet這個網址 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新增碼之後 請各位幫我去點一下 使用Google Meet加入會議 使用Google Meet加入會議 那當你去點它之後 它就會正式的去把Google Meet 這個會議把它加進來 你去點它一下 它會開一個新的會議室進來 然後這時候你回到你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又去做儲存 你可以去做儲存 這個會議 基本上它的這個位置 就已經是OK的 已經是OK 你可以把這段網址去把它複製起來 你去把這個網址去把它複製起來 那複製完之後 就貼到你的這個rub裡面 比如說這個是德文客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網址把它貼上去 那通常我個人的習慣 你們看我就建五個會議室 那再給各位的這個會議 再給各位的這個地方 基本上其實我今天早上我已經幫 已經幫忙把這個課程 跟會議空間都已經把它 都已經把它建好了 我在我的帳號裡面 我總共建立了 第一個叫博文課 第二個叫英文課 第三個叫數學課 第四個叫歷史課 第五個叫Google Meet的教學 那另外我建立了五個討論小間 一二三四五 總共建立了五個討論 這五個討論 那他建立的方法 都跟剛剛一頭一樣 直接給他 給他新增 給他新增 那我們現在要講這個外掛 要怎麼樣 我們要講這個外掛 這個外掛的官能是這樣子 因為假設有門課 可是這個門課 我可能永遠都記得他的位置在哪邊 有可能 然後再來的話 有些時候如果有需要 讓大家做分補台灣的官能 那他們討論的功能 關密的沒有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一個一個的 會議式 來做這樣的一個切換 那我示範一次 待會我會直接去點 我的 我會直接去點這個b 這個是break our room 的這個功能 這break our room的這個外掛 我覺得他很有趣的是在於說 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針對單一的meeting 或者是單一個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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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設定 你可以這樣子一個re 做設定 待會各位要做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自行 我已經把這個網址 其實偷偷有給各位 這是會議室的網址 我總共開了五門課 一二三四五門課 然後我開了五間討論 會議室 一二三四五 好 那我可以怎麼做 假設我第一門課 叫做google meet 教學 我就可以把它直接 佈置起來 然後接下來 我回到我剛剛的這個地方 我開始去做設定 怎麼做設定 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就是當你把這個打開之後 這邊有個課程名稱 你點它一下 你可以點它一下 先把這個刪掉 按Ctrl V 先把課程名稱先加進來 這是第一個 然後做完之後 記得這邊有個 儲存按鈕 熟它一下 接下來 第二門課程叫做 第二門課程叫做 國文課 然後呢 再按這個加的符號 把它加上去 然後再按儲存 然後第三個呢 叫做英文課 來 我們快示範一次 主持人 然後第四個叫做 數學課 可以貼上去 然後第五個叫做歷史課 所以現在是我已經新車款了 做完之後記得試車一下 這個是 我們課程 的名稱 接下來 我把滑鼠移動到這個 ROOM ROOM就是會議式的概念 你去點它一下 當你先到ROOM的時候 各位 它會問你說你現在 你要先選擇 因為它會問你現在 是哪個帳號 那你要先選擇 你是哪個課程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是見了五門課程 第一門叫Google Meet 第二門叫國文 英文誓學歷史 好 假設我現在先設定的是 Google Meet的教學 然後呢 它的網址在哪邊 在這邊 按右肩按複製 然後呢 這邊有個主要的會議式 我就直接按貼上 貼上之後呢 就按除水 這是第一個 好 接下來 假設各位 我要設定的是 國文課對不對 我點國文課 然後呢 在國文課這邊 國文課的網址在哪邊 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呢 把它貼上去 然後除水一下 然後英文課呢 一樣喔 英文課在這個地方 好貼上去 然後呢 數學 數學課的位置 好 存一下 然後再來 歷史課的位置 好歷史課的位置 點歷史 點歷史 好 按歷史的話 按儲存 好 這五個都存完之後 各位 我再回到剛剛的這個 一個不公平地 音樂的教學 這個 一般來講 他這個是主要的會議室 那乘名幫助講的 假設今天的各位 你希望 我的這個會議室 還有其他的 分組考驗的功能 可不可以 可以喔 請各位直接按這個 兆 目前我是在不公平地 的這個地方 我按這個兆 按這個兆 我可以去新增第一組 我新增兩組就好了 我可以去新增第一組 然後給他一個位置 我給他一個位置 這是他第一組 存一下 然後第二組 第二組的位置 然後他的網址在這個地方 好 假設你做完了 存一下 做完之後 以後 當我要拍這個門課的時候 其實非常簡單 怎麼辦 你直接去點這個meet 你會發現這個meet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下方 他可以去讓你去選你的課程 你去點他一下 他會把它打開 他會說請問一下 你要開的是什麼 假設各位 你要開的是Google meet的教學 你可以從這邊選課 當你去點Google meet的教學之後 然後他會說請問一下 你要開幾個 你要開幾個跟主理討論式 假設我要開兩個 假設做完之後 接下來各位 你只要去點下方 我們看到一個叫Star Place 你去點他一下 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 你是只要先開一個主要會議室呢 還是你要 主要開的是分主討論的會議室 還是兩個都開 假設我要兩個都開的話 你直接按他 但是我要按他之前 我要先做一個設定 在設定的這個地方 他這邊告訴你 他預設 他預設是會幫你把 假設我剛才是有個主要會議室 跟兩個討論 那他預設是會幫你把它分成 獨立的Windows 可是我不喜歡這樣多一個方式 我會建議你去把它改成這個 就是我用困軟器 但是我開不同的分頁 我開不同的分頁 那最多 他這邊最多是五個 你可以再去設定更多 假設預設是五個 我就不去管他了 我回到剛剛的這個地方 回到剛剛的這個地方 那 對不起 在這邊這個setting的部分 跟各位講一下 在setting的下方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 alternative allowed outside 這個打工 把它多寫 我們剛剛有講過 有三種方式可以去讓學生 在加入的時候 你不用去點餐廳 其中第三個方法就是使用外貨 那講的就是這套原點 你直接把這個選項把它抠起來之後 學生連到你這個位置 你都不用去點餐廳 你還要直接進來 好 那我來看一下 當你去點meeting的時候 當你去點meeting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不是已經試著 就是把這個課程都設定完了 你直接去點open boss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同時幫你開三個會議室 第一組 第二組 跟主要會議室 他同時幫你開三組會議室 而且呢 很有趣的是 當你今天啊 你做完之後 我看一下 他這邊只有幾組 兩組 我看一下 他應該會有三組 我剛只有加兩組嗎 應該有 等一下看一下 一組 兩組 我切真切錯了 看一下 我把多一個 我先把多一個先關掉 仔細再開一次 用一下 我看他設定有沒有跑掉 在我的課程這邊 我總共有三組 然後這邊總共應該 到底要講應該都有三組嗎 我重新再開一次 然後把它關掉 我把多一個都關掉 我把多一個都關掉 我把這個都關掉 我把這個都關掉 我只留這個 當我去點這個star 這個boss 基本上他應該會開 1 2 3 應該要三個 有沒有 當你有三個的時候 我寫這三個還會幫你登進來 然後這三個畫面好處是什麼 基本上 我在進行主要課程的時候 我在進行主要課程的時候 以這個畫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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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 然後呢 假設 現在我想要把各位 跟到所謂的 分組台灣誌裡面來誌 我可以直接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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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直接把他加進來 直接把他加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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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你平常有課程的時候 我就可以這樣子去做7月份 我就可以這樣做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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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之前 我會開6個 比如說 一間主要的婚姻是家 或5個台灣小千的時候 接下來 我會去用一個東西 我去用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第二個單能 我可以去點他 我可以去點他 我再試試看 這個分目 那個分目 我可以讓他加進去 然後讓他加進去 然後讓他加進去 對 分選你說想說 我需要把他加進去 安逸的 當我去向那個卸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 他幫我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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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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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你有期望 可是 而且他有一個很有趣的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下方的這邊是最有暗字 在這個地方我們還會成下方的最有暗字 這邊比較mute 假設 我們覺得大家會太吵了 你可以直接去點mute everyone 你直接點他一下之後 所有會意識裡面的 你看我剛剛根本沒有去點他 因為剛剛主要會意識裡面只有一個人 當我去點他之後 主要會意識 我討論一討論二所有的人 全部都有強制關麥克風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外掛 直接去控制這些人 因為如果你沒有透過這個外掛的時候 以前我要怎麼做 以前我要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人他進來我要點他一下 然後我要點他斜面的這個地方 把這個麥克風關掉 50個我就按個十次 可是今天我用了這個外掛之後 以後我只要 誰不關 不是誰不關 就是我只要按這個mute 直接點他一下 所有會意識的人全部都安靜 所有會意識的人都安靜 所有會意識的人都安靜 也有講到 然後而且他又可以答到 就是我可以同時去管理我的課程 假設今天這個課程結束了 我就全部關掉 全部會關掉 我就這個課程全部關掉 關掉之後 好下一堂課來了 我現在要開下一堂課 我一樣回到剛剛的這個地方 下一堂課叫 然後呢 如果我沒有開其他課 我直接按start 這個 這時候他就會開的是另外一個 有沒有 這時候他會開到 他開的就是另外一個 美容科的一個會意識 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說 你要記那麼多的一個 Google的一個 Google Meet的一個會意識的網址 因為這個套線已經幫各位把所有的功能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你把它做好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假設你今天在做這個會意的時候 你看喔 我們的這個分享視訊的部分 你現在可以去分享你整個畫面 或者是單個視窗 或者是換一個分眼 那基本上 假設各位 你今天有拍一個 假設今天各位 你想跟所有人去分享 比如說今天上課的簡報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是不是會盪掉了 好像是喔 柔爛 剛剛有 剛剛 剛剛助教友跟我講說 好像 如果 可能只有起盪那個東西 可能會盪掉 那我就是盪掉了 那 我可以怎麼看 我看一下 那 那 我可以 有的 因為我先把畫面切 我給大家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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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